眼前的男人为了证明自己有不朽之身 直接从窗户跳下 活动了一下手臂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眼前八个女人是她的老婆 正在因为离婚财产分配不均而控告她 因为她为了解更多的女性 每次都是故意制造自己死亡来认识下一个 面对如此渣的男人 律师也是秉公办理 每个女人都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除了男人 都是皆大欢喜 到了晚上律师查看男人复活时的录像 结果发现了有人要暗杀女浩克 而此刻的真妮 正与婚礼上认识的男人约会 平常的交往让珍妮感觉找到了真爱 随着感情升温 很快坠入爱河 早上起来的珍妮习惯性地给男人发消息 结果等待了一天也没见到恢复 从此开始魂不守舍 每天无时无刻地盯着手机 看电视 睡觉前 直到早上 安静两天的电话终于响起 结果是上司打来的 告诉她布朗变身一次增悟 赶紧来到增悟的家中 布朗赶紧解释 只是因为一次不小心触电导致 离开时再次劝告布朗 可突然一个人砸到了自己的车子 紧接着蹦出一个牛头怪 二人的打动明显是奔着自己车子来的 赶紧变身女浩克组纸 原来他们都是布朗的朋友 只是单纯地练习摔跤 可车子已经坏了 只好一边等待拖车 一边查找有信号的地方 结果硕大的庄园没有安装网络 无聊的她只好参加了他们的座谈会 这里有布朗的各种朋友 有吸血鬼 有斗牛士 还有这种伏地魔 珍妮只好把自己与男人的事情讲了出来 这样在座的男人都愤怒不已 都要用自己的能力保护珍妮 只有布朗希望大家不要用暴力 要用语言来抬倒她 很快大家的真诚打动了珍妮 心中的阴霾也慢慢散去 掏出手机删掉男人的号码 重新找回自己离开了庄园 回到了办公室 来了一个黄毛要控告那个裁缝 因为自己穿着青蛙战衣模仿钢铁侠 结果飞到半空衣服短路导致自己掉了下来 鞋底瞬间起火 珍妮想到这个裁缝也为自己做过衣服 打算让他们和解 但裁缝表示自己的产品一定没有问题 同时对珍妮的质疑感到愤怒 直接撕掉为她做的衣服 来到开庭当天 财送的律师是一位盲人 名叫马特 很快双方为自己的客户展开辩护 黄毛当庭拿出烧毁的战衣作为证据 而马律师鼻子一闻 就知道他用了战机的燃料 而这种燃料说明书上并未提及 由于违反了操作说明黄毛自然败诉 失忆的女浩克来到酒馆 刚巧遇到白天那位马律师 二人相聊甚欢 彼此都有了好感 回到家中的女浩克突然接到电话 那个黄毛说在大桥附近有人追杀她 需要她来帮忙 身穿战衣的女浩克及时赶到